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高房价不卖那不是傻子吗 你才有病呢 他骂我啊他 你活该 王自建 过来 建长 你上班的时候能不能把脑子带过来啊 那当初我来前你也合同里没血样带脑子啊 作为一个房产生建 你一个月一套房没卖出去 你有没有感到一丝的不安啊 那不是行业寒冬吗 你说的 啥寒冬啊 你是第几季度来的 我是第四季度来的 这个坑是不是你砸的 更是陛下 那行业寒冬 那么家瑜 他怎么可以卖出去啊 老话咋说的 店长 傻人有傻福啊 店长 你看多少的能不能教我一点销售上的秘籍啊啥的 世上无难是只怕有心人 拿笔记 可不傻的 卖房子呀 卖房子呀主要讲的是工薪啊 俗话说的好 留金子 留银子 不如给孩子留房子 想要孩子一事好啊 一套房子少不了 晚买不如早买 早买不如现在买 现在买不如早我买 师傅 这么说人家就能买房子吗 不会啊 但是 还有但是呢 这是很重要的铺垫 你要让对方要有身份感 提问 说 啥叫身份感 夸他 哦 啥夸 来 现在 假如家瑜 他要买房子 他买不起 比如说 家瑜他要买房子 谁说他也买不起 你能不能别说话 家瑜他就买房子了 我能跟你拍张照片不 为什么要拍照片啊 因为我要发一个朋友圈 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 胡扯 今天我就遇到了一位 女神 哦 哪有了 一番番啦 不 漂亮 迷人 性感当中带着一丝丝的销魂 我要是单身的话 那我一定要 要要疯狂地追求你 追你只为求你看我一眼 如果你能够眺望那么一小眼 我就满足了 停 我觉得我已经飘了 我有一套房子特别适合您的气质 买 现在就买 没有钱 贷款也要买 好 好 哇塞 店长为啥您每个月都是销售冠军 就是因为您不要脸呐 有人吗 莫莫老板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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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有为呀 年纪轻轻事业有成 您好 我是本店的 这单交给嘉宇 小姐姐 您好 我能跟你拍张照吗 你们这买房子还得留照片啊 我是想发一张朋友圈 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仙 胡扯 今天我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位女神 小姑娘 你这说话也太会碰人了 我没有 您看看您这个妆 多美呀 你说话也太夸张了 一点不夸张 您是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琢 美 自然美 我怎么感觉 我快飘了呢 实话实说 真看不出来 您二十多岁 您就事业有成 哎呀 人家已经三十多岁了 孩子都可以打酱油了 不可能 看你这个小蛮腰 根本不像生过孩子的 再说了 您穿着这个高跟鞋 往这一站 那您就是鹤丽鸡群呐 都说你们这个行业特别会服务 我今天就冲着你们两个人这么会说大实话 今儿这房子我买定了 买它买它买它 自建呐 店长 学到了没有啊 哇塞 太哇塞了 店长 如果再有机会的话 能不能让我也哇塞一下呢 你脑子带来了没有啊 没有啊 但是我都记在本上了 一字不差呀 你呀 就得好好锻炼锻炼啊 我进去盯一下啊 好好好 兄弟啊 买房 等一下子啊 有了 你站 站这儿 欢迎光临 我能跟您照张相吗 照啥相啊 我就是想发个朋友圈 都说这世上没有神仙 胡扯 我今天就遇到了一位女神 搁哪儿呢 您这妆化得也太好看了吧 我呀 迷隐 可爱 性感中 又带着一丝丝 一丝丝的销魂 我夸你呢 你飘没 我没飘 我懵了 懵就离飘不远了啊 看啊 啊 看您这年龄 也就二十出头吧 我四十了 天呐 那您是怎么保养的呀 那您是怎么保养的呀 看您这小蛮腰 一点都不像生过孩子的样子 我是男的 不可能 就凭您这双高跟鞋 往我身边一站 那就是鹤立鸡群呐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我要是单身 我指定追你 我追你不为别的 就为了追到我 我揍你 你错了 哎呦我 我错了啊 你看你看我记好了 我们店长说了 这会儿你应该说 哎呀我飘了 好了 今天这套房子 我指定跟你买了 哎呦 挨打 你指定是在这儿了 哎 兄弟啊 有没有正常人 没正常人我交人了啊 哎不不不 我必须逗他 大哥大哥 什么玩意儿了 你也不碰我啊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对外国人呢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回事 这东西是谁啊 它不是东西 它是我们新来的员工 怎么了大哥 招员工 有点底线没 他就是底线 而且没有底线 你别说话 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说我 是女神 他说我 小蛮腰 他说我 生过孩子 他说我 性感中 但有一丝丝的 销魂 郑长 郑长 一字不唱 一字不唱 我给您道歉 这些我都能忍 我忍不了的事 他说我穿高跟鞋 我穿内增高 他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偷看我日记了 他肯定没看你的日记 对不住 对不住 内增 我给您道歉了 对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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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我给您道歉了 我不着急 你们这家中介 我就给换了 不用不用 买房子 你说 人华301那套房 买了 这太不巧了 这套房刚刚订出去 谁订的呀 我订的 怎么又是你呀 怎么是你 你 凡事有因必有果 你的报应就是我 刚才拿车别我了 这是不是 现在跟我抢一套房子 抢不过我吧 你这哈哈吓我一跳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啊 人华301那房子 我要订了 不是 大哥 大哥 你看我这还有好几套 别的房子 那套房子有啥好的呀 不是大哥 您这是为啥呢 这套房我加钱 可以了吧 不可以 这套房子我已经订了 您这样我们很为难 因为女士已经订了 不不不 不对 不对 房东当初留过话说了 谁的价格就给谁 这话是说过 你终于说就人话了 房子 房子 赛赛 出家 看好这个书 100万 100块 哎呦我的妈呀 我以为你能加多少呢 张嘴才100块 我都替你脸红 150 200 250 谁叫我 你别说话 二位 二位 我们马上要下班了 怎么加下去 下班都加不到1万块钱 一万块 一不到位啊 我一万块 要是这样的话 我可就来真的了 五万 理智点 理智点 理智点啊 五万 零一百 我多一百啊 多一百啊 多一百赛 十万 吃饭 算了 我让给他了 你加呀 你怎么不加了 我加不动啊 大哥 大哥 先消消气啊 我呢 有一句小小的名言 没有我 找不到的房子 您再看看 对 我不看了 所有的房子 都不一样 都是房子有什么不一样的 十年前 我到上海打工 租的 就是这套房子 我父母来上海陪我 住的也是这套房子 当时我怕 我怕他们担心 我在上海过不好 我骗他 我说这套房子 是我买的 老两口 别提多开心了 拿出手机 把屋子里所有的东西 都拍下来 回去就跟乡里面说 我儿子啊 优秀 出息了 我儿子在上海买房了 这十年 我起早贪黑 勤勤恳恳 就是为了攒下钱 把这套房子给买了 钱我攒到了 可是房子 被别人憋走了 谁让我 开车变人家呢 谁让我 骗我爸妈呢 报应啊 你说谁呢 我说我哥哥呢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我骗你有必要吗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房子我不要了 让给你 哎 姐 其实我今天 也不一定非要买房子嘛 买 还谁要买的 姐 我刚才 开车变你 我是为了着急过来买房子 完成我这个心愿 我谢谢你 姐 姐 你在我心里 是真正的女神 好 举手之劳 不用这么客气 你说我今天 只是做了一件小小的好事 我怎么感觉 我要飘起来了呢 那飘了之后呢 买房啊 好嘞 谢谢女神 来来来来 咱们要喝点咖啡 水果也有 谢谢 倒茶 赶紧倒茶 赶紧倒茶